全國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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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到 明天 最重要 明天就是我們 全球獨家開示的日子 其實老一輩的投資朋友們 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最喜歡這種日子 為什麼 法人也不在 外資也不在 所以簡單的來講 下個禮拜他們要買的股票 下個禮拜很容易漲的股票 這個時候趁著別人不注意 偷襲一個點火 平盤買進 手漲停 所以明天是好機會 我呼籲所有投資人 如果你這輩子 或者說我們今年 不要講這輩子 你還沒有嘗過什麼 叫做週週二十萬的機會的話 明天我給你一次機會 好 那我們節目當中 再來跟各位分享 我們說年限 在這地方震盪 第一次輕鬆站上 那麼大家 開始認為說指數來到前高附近 有一點拉回的機會 我說這種想法 不能說你錯 不過呢 很無聊 也就是說 在你投資的過程當中 你一定會有很多的念頭 或是你學到很多的招式 那這些招式如果不能夠帶給你金錢 它其實是沒有存在的必要 我的想法很簡單 這一波拉上來主流股 展完一段 這一波主流股是誰 包括像忠譽他們 我們來看一下 對不對 忠譽展完這一段 那包括像什麼 六二三八的勝利 有沒有 展完這一段 那我的做法很簡單 漲多了 幹嘛 賣出啊 就是說你的目標 是放在一個禮拜二十萬 你就好像是房東一樣 就像我們有個觀眾答案說 哇 蔡老師 第一次體會到房東的感覺 什麼叫房東你知道嗎 你就出租房子 你就每個禮拜去跟你房客要二十萬 對 忠譽嘛 二十萬二十萬來來來 勝利嘛 二十萬二十萬來來來 有沒有要到 有啊 每個禮拜去要二十萬 二十萬二十萬 對不對 那種速度呢 最快 所以說 主流股第一階段換了一批 漲多賣掉 換下一波 換新的股票 只要六月一開始是贏的 六月就有機會 從頭到尾全贏喔 好 那交易策略是用來避免人性上的盲點 人性上有什麼盲點 有啊 當然很多啊 還沒有漲的時候不敢買 漲上去以後怕太多 不敢追高 人性上的盲點 那如果說你認為說 行情上不去的 尾盤再漲三十一點 請問各位怎麼辦 你就會卡住了嘛 沒有辦法動彈 喔 所以過去傳統的方式 不要再管他喔 就是 很多人是用靠講故事來 包裝一檔股票 大部分時間都在等 對不對 要等 比方說有些股票 你等很久他一定在那邊 會動啊 你沒有辦法賺錢 反而呢 我們說 連下跌的過程當中 都有股票可以讓你賺到二十萬 何況是反共的時候 那至於未來的錢高附近怎麼樣震盪 那根本不用提了 根本就不是重點 我的重點簡單嘛 第一波誰漲最多把它賣掉 換下一波就這樣子 對不對 因為你漲多股票會拉回嘛 所以我們來看到 怎麼樣來達成這個 周周二十萬的策略呢 好 我們看躍躍 對不對 你看躍躍 你買進去假設你買在十五附近 買個一百張合理吧 誒 鎖賬漲停 好 那麼隔天呢 經過一根漲停確認以後 請問注意當時什麼時候 當時還不到這個台北國際展嘛 電腦展之前 那 5月17號再漲3% 然後呢 6月2號這天 做什麼事 把它出掉 投資朋友們來看一下 你當時買在十五塊附近啊 如今你出在十七塊附近 一百張我問你多少 答案就是二十萬 這到底就跟什麼一樣你知道嗎 我們說現在是實現周周二十萬的最好機會 挺清楚喔 想像一下 你是房東 來想像一下喔 假設你是房東 來曜月 欸今天付房租喔 報告房東大人 今天喔 手上只有十萬塊 還不夠 你過幾天再來拿 過幾天拿到多少 來到十六塊 報告房東還不夠喔 十七塊夠不夠 夠了 出掉 然後呢二十給你 周周二十 答成 有沒有感覺 感覺到我講的重點了沒有 其實為什麼我特別要拿曜月來跟你講 因為曜月是我們這波長最慢的 我拿這個長最慢的來跟你分享 我要表達的含義是 連曜月都可以 還有誰不可以 不是這樣嗎 再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說現在是實現周周二十萬最好的機會 聽清楚喔 這一波誰漲最多 生技漲第一段嘛 對不對 當時勝利有沒有 兩百多告訴各位 行情彈上來 一漲漲一百塊 然後呢 這個四七的中域 一度長到怎麼樣 被納進直樹谷 外資大買那一天 我告訴你 這個要小心 隔天你可以看到 高點就不在了 這一波拉上來 你會發現到 不管你做勝利 不管你做中域 不管你搶反彈 不管你怎麼做 要月 你都可以達成周周二十的目標 有人說行情找那個連線附近 他上不去的 我的重點很簡單 你二十萬先收回來啊 然後呢 再找一個房客啊 對不對 這是實現周周二十萬最好的機會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解盤 是最務實啊 比方說我們來看到明記一彩 對不對 這樣很簡單啊 假設我問各位啊 你終於賺二十萬 錢拿出來買誰 買要月 你勝利賺二十萬 錢拿出來買誰 明記一彩啊 蹦蹦蹦 看到沒有 這跟剛剛要月不一樣喔 看清楚喔 從當時的一個起漲區 你說 周周二十萬 房租拿來 報告房東大人 沒有問題二十萬給你 欸房東大人 我告訴你一件事喔 我手頭寬裕啊 我有四十萬 你要不要下個禮拜的一起收 沒問題啊 再來看喔 繼續往上漲 這個房東大人啊 乾脆我六十一次給你啊 三個禮拜全部到齊 沒問題啊 蹦蹦蹦 然後呢 出掉 幹嘛不出 幾磚都到手 你看不出 你看多愉快 看我們在做股票 看我們在解盤 輕鬆愉快 為什麼 我不會跟你講一些 無恥的大夢 無聊 對不對 跟你講這個股票 哇 這個生技股怎麼樣 大夢 四年八年怎麼樣 對不對 那星象怎麼樣多強 這一波怎麼樣又怎麼樣 那哪一支股票 這個月營收怎麼樣 怎麼樣又怎麼樣 你就在等啊 等 等 我舉個例子嘛 你看 這波星象夠強了吧 夠強了吧 幾乎沒跌到啊 那又如何 請問你又如何 從三月等到四月 等到五月 等到六月 你等 等 還是一樣在這邊啊 你說說實在裡沒有賠到啊 那講實在你也賺不到哪裡去啊 你就一直在等啊 等 就一直講 所以你看 很多法呢 一直跟你講 哪一支股票多好多好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人家是二十萬 四十萬 六十萬 八十萬 一百萬 一百二十萬 一百四十萬 一百八十萬 兩百二十萬 兩百四十萬 兩百六十萬 兩百八十萬 三百二十萬 二十萬 二十萬 你等三個月 人家都賺翻了 要月餓死 終於二十 勝利二十 明基一 不知道幾十 你自己去算 人家 人家就跟那個房東一樣 你知道為什麼 夢想啊 你在燒那個夢想 你在做一個夢啊 都被房東賺走了 房東時間到就來拿錢啊 周周二十萬啊 一個禮拜二十 拿來拿來拿來 要月二十萬 終於二十萬 勝利二十萬 我不是沒有出喔 我還真的可以出給你看喔 有進有出喔 我是有進有出喔 二十萬來來 二十萬二十萬 他遇到一個好咖的 好房客啊 明基一彩 蹦蹦蹦 欸房東我一次給你二十 夠不夠 不夠我給你四十 我給你六十好了 三個禮拜的分一次給你 那更好啊 對不對 多開心啊 你要找對人嘛 對不對 我振華常跟各位講一件事 你不見得喜歡我啊 雖然喜歡我的人越來越多 為什麼呢 他們嘗到那種贏的滋味啊 哪個嘗到贏的滋味不會選我 你這次買到贏基材 你不高興嗎 當然高興啊 你腰月有進有出 你不開心嗎 當然開心啊 過去那種傳統的老方法 買追等 法人告訴我 目標區在哪裡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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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換作另外一種方法 二十萬 四十萬 六十萬 八十萬 一百萬 一百二十萬 你選哪一種 對不對 所以有很多傳統的老一輩的 對不對 習慣那種舊方法 沒有用啦 真的啦 那種炒作夢想的東西 也許哪一天真的讓你上來嗎 能上來多少嗎 你等四十個 等四個月創一個新高 四個月幾個禮拜 四個月幾個禮拜 你知道嗎 快要二十個禮拜 十六個禮拜多 喔 人家都已經拿走多少錢了 對不對 所以要換一招啊 那當然有人說 老師啊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 像我 我告訴你啦 有一個觀眾答應說 蔡老師我知道你講的啦 我懂啊 你的意思就是說 去找那種 剛要起掌的嘛 剛要起掌的 反而還沒出報告 但是他們以後會出 但是你先卡在起掌點 你就利於不敗之地 最好掌最好賺最好拉嘛 你的意思是這樣對不對 我真的懂 但是我不會找那一檔嘛 沒問題 我告訴你 我節目一開始講過了 禮拜六最好搞 今天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我說了喔 我說了算 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我節目你仔細看仔細 剛剛跟各位說過了嘛 有進有出 拿不拿得到二十萬 拿得到啊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像什麼 沁騰 這張股票你要小心喔 你真的要小心喔 每一年台灣都會出現怪物嘛 什麼叫怪物 前幾年有什麼 那個 前幾年有那個 翔碩啦 對不對 立望啊 智威啊 對不對 那像去年的話 前年有什麼 維生 去年有什麼 銅製 再早幾年有什麼 華雅科 很多股票在同一個年份裡面 漲八倍到十倍 現在已經六月了 台灣經理還沒出現真正的怪物 快出現 八倍到十倍 等級的 這種股票通常有什麼現象 要轉虧為銀 或是業績大成長 或者是切入他以前沒有的領域嘛 對不對 你小心喔 沁騰他今天公佈 營收再創新高 這張股票啊 本來就是汽車概念股了 有人就會很好奇啊 像是這個 沁騰你們當時買進以後 拉離跟漲停啊 今天早上公佈營收怎麼樣 再創新高 可是他漲停沒有鎖上去耶 無所謂 無所謂 我告訴你無所謂 兩億多啊 超級大成長 你現在要想的一個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的營收是哪裡來的 我們之前有幫各位追蹤過啊 人家還沒公佈我都不能講 照法規是這樣 但是我就會告訴你 我一點都不怕 我續報 有沒有 一樣啊 達成目標20啊 達成呢 所以我說現在就定下來你的目標 你不要看人家一路達成 20 20不斷的往上拿 想像一下你是一個房租的概念 你當一個房東 每個禮拜你要在股票市場當中收租20萬 這種感覺棒不棒 超棒 人家在做股票你收租金 這種感覺棒不棒 棒 有沒有那種房客兩三天才能給你20萬 有 要月就是 他花了四五天 無所謂 一樣拿給你 有沒有那種房客一次繳三個月 有 明基一彩 一次跟你講三個月 三個禮拜 有沒有 有 有沒有那種持續在往上公 有 那你要找對股票 對不對 我們說股票有進有出 你拿不拿得到20萬 你當然拿到20萬 現在實現周周 20萬目標最好的機會 你只要每一周都去實現 你拿到20萬的目標 今年一千萬就是你的 半年過去 你戶頭多五百萬 你都自己都不知道 對的方法跟錯的方法差有夠多 對不對 那像沁騰的話 當然今年是做 我們做他第二次 接下來是換誰 像金鴻嘛 那我們來看到圓泰打入這個 德國REMOVA行李箱的一個新聞 這其實去年的啦 2015年9月多 老新聞的啦 那圓泰怎麼樣打入這個REMOVA這個行李箱 如果說你做股市是 長期處在一個賺錢狀態 每個禮拜都20萬20萬20萬這樣在做的話 我相信你一定常常出國 你出國的時候應該都看過REMOVA的行李箱 那很多都是有一些比較高端的朋友在提的啦 那當然你又增加了一個所謂電子標籤的功能 這個當然就是最新世界上最潮的一個貨品 當然我們不是來跟各位廣告REMOVA沒有意義啦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東西啦 那我重點是放在什麼地方 電子標籤 台灣誰受惠嘛 對不對 什麼叫電子標籤 以後你的行李全世界都跑不掉啊 全世界跑不掉 他只要掃那個上面的那個條碼就好了 那圓泰家族當然我們來看到 這個他們的IC設計是誰 反射性的電子子類顯示技術 該產品驅動IC供應商就是驚鴻 所以買圓泰還是買均鴻 你要看哪一個股票比較容易 立刻幫你達到周周的死 當然是要買活潑的啊 買小資的啊 今天早上恭喜王小姐 王小姐今天買在這個50塊附近了 大概買了40幾張 40幾張因為它200多萬嘛 正常來看你看手要漲停 那今天上來大概差不多6%啦 扣掉一些拉哩拉扎的手續費大概6% 所以還沒有達成它這個禮拜第一個20 可是呢 我認為明天只要還有高點它就完成了 每個禮拜每天都有機會啊 你看第一段我們做完了 第二段繼續做啊 那中間這段要不要做不要做了 累死了 中間這段你做也不會有20萬嘛 你做一定是做你看齁 我跟各位講 股票要做乾淨那一段 這一段20萬 對不對 那你就遮住不要看它嘛 對不對 變成這樣子 創高拉回側過沒破 這一段再做20萬 這樣就夠了 一檔股票你賺到20 兩波段你賺到40 夠了 傳統的那種畫大夢的方法 浪費時間 浪費時間 浪費你的體力 很多人做股票做個5年8年齁 你看那個面目可真 憔悴 對不對 你繼續看照照鏡子啊 人家都以為說哇你好厲害喔 這個做股票不知道賺幾百萬 美國也懂日本也懂 什麼利率也懂 美元也懂 哇什麼都懂 大學生遇到一個豎起大拇指 好棒喔這個王貝貝 你什麼都懂 財經專業知識好棒 只有你老婆知道 只有你兒子知道 把你這個月賺多少錢 抱歉誰沒有賺錢 講股票都第一名 為什麼股票賺不到錢 都在等啊 都在等 你現在在等啊 很多人在等啊 等FED 對不對 等浩鼎去 那個美國總流行會報告 等這個等那個 等營收 等東等西 等天等地 等是不會有錢的啦 有人說老師 那等我等到訊號出來的時候 等到訊號出來的時候 已經找到哪裡去了 你又開始跟李小姐問同樣的話啊 等你真的等到 你說老師我還來得及嗎 廢話啊 我告訴你喔 最好的進場時間 只有一次機會 什麼時候你知道嗎 就是今天 每一天的今天 明天的今天 後天的今天 大後天還是今天 我告訴你結論 就是每一天都是機會 沒有那種什麼最好的機會 我告訴你當然來得及 而且剛剛好啊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來呼應這個 所有的觀眾 陳老師你講的 我都認同啦 我只有一個問題 陳老師你講的這種股票喔 剛剛起漲的股票 我真的找不到 沒問題 我剛剛說過了嘛 禮拜六呢 這種事最簡單 因為沒有什麼法的 量又少 你只要買到對的股票 在平盤 一點火 可能就直接供 漲停 那這種股票怎麼找 很簡單 你就去抓什麼 法人下個禮拜要買的股票 然後你禮拜就偷偷點火 因為他們 有的法人 你不在那個 一到五的交易時間裡面 他不能發單嘛 那有的可能外資根本就放假啊 你就把他偷襲 對不對 所以 全球獨自開盤 明天我來點火一檔 必買股票 這張股票 為了要幫助各位 嘗試一下 什麼叫做週週二十萬 這個計畫 什麼叫做這個目標 那我們啊 開放 來電索取 建則有份喔 那你要打通電話喔 那待會兒交 我們先進去廣告稍微下回來 頭痛 請用五分出 吹起聽 請用起聽無分出 無分出 無分出 吵 大華國際古故 二三六二八零零零 大華國際古故 大華國際古故 二三六二八零零零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覺得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影響 取下 選擇 Ugh 政特avin 下 總算有什麼 Levitt 在ará 合作 演藏 拍,馬前 麻 欢迎回来 好 来我们看到 那之前这张股票 我们看到在刚起涨的时候 好好把握 抓到起涨点就最容易赚到 果不其然 我们来看序言 对不对 今天在创一个新高 所以再次证明一件事情 每一波段都有新的机会 20万又达成 一点都不难 重点是怎么样 你要去抓那种刚刚起涨 你才能够容易稳定的 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达成 周周二十 你追高没有意思 涨了那么多的股票 然后你一直在那边讲说 它基本没有多好 我举一个例子来讲 GR你看 你不管从什么角度去看它 你可能都分析不出来 今天包括什么 宏达电 你不管从什么角度去分析它 你都 你看财报啦 一定是不漂亮 有的人就说那VR是梦想 可是人家说这个VR会不会有这个切割的疑虑也不知道 那当然有人就讲啊 就算切割我在这个地方还是一样有持有的利益啊 不管怎么说 你还没看到嘛 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些还未确定的东西 股价就涨在先 所以你要等到那些数字跟那些一切确定的东西都出来的时候 股价根本都已经涨完了 但是我的解读很简单 你赶涨一定有原因 要不然GR怎么会赶涨到这里 所以结论还是出来了 就讲一句话嘛 我觉得其他都是废话 抓到起涨点最重要 对不对 起涨点呢 我举例啦 浩鼎 你说这要怎么抓起涨点 老师啊 他这个去美国总流协会报告 我不知道结果如何 我不敢再凹了 当时在这边堵他解盲 结果杀下一段 那这次你说怎么办 我的味蠢很干净 也许我也看好 可是我不敢买浩鼎 那我教你一招嘛 你买这一支 当时浩鼎不是跟他合作吗 跟GR我会要合作啊 你看GR公司 浩鼎当时在涨这一段 300到700的时候 他一样跟着涨 因为那一颗药 就是他帮浩鼎做的 实验用的那颗药 浩鼎是设计嘛 对不对 他是制造啊 但是浩鼎叠下来的时候啊 他不用叠哦 因为他自己有其他的事业哦 所以等到浩鼎 万一这个报告很OK很漂亮 上去了 这一支股票是不是有机会涨更多 对不对 进可攻退可守啊 浩鼎涨他会涨 浩鼎叠他不用叠 浩鼎下次如果再过高呢 还不如拼这一支啊 而且你要知道哦 连东森华那一颗解盲成功的药 都是跟他合作的 台湾有这种公司你知不知道 东森华当时解盲成功那颗药啊 你可能不知道 那就为什么 答案出来了嘛 因为还没有涨你都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各位 跟各位举这个例子就是说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 一直都有新的股票 现在就应该定下你的目标 对不对 你现在定下你的目标 你就发现什么 现在是实现周周二十万最好的机会 那我知道啦 就像我们观众常跟我讲一句话 蔡老师你讲的我都认同 我这辈子什么都错过了 就是缺一个机会 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 听清楚哦 明天是周六 全球独家开盘 一次二十万一档二十万 不贪心的人得到全世界 全球台湾独自开盘 点火一档必买的股票 就是这一家公司 那么明天我们会准时进场 不过呢 我现在给各位一个机会 你可以来电索取 见则有份 我让你先进场 我们才会进场 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从来没有享受过 狂辣的股票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 周周二十万的感觉粉丝没有 务必把握今天 只有今天哦 因为明天就是选手独家开盘 拿到这档股票 我明天让你进场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战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则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大华国际投资 2362-8000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率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接上和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096-111 早尿身办更多优惠哦 北都台北内超值优惠 双小号 新时代光线标网 加数位有限电视 平均月付真的只要690 加10 再送数位有限电视 三个月 多人多机 同步无限上网 全家吃大宝 免装机费 设定费保证金 再送WiFi分享器 和数位机商盒 0809-096-111 0859-096-111 现实优惠